熊熊晚安 不是6月9號才開嗎 今天就是6月9號啊 你們難道日子過的跟我不一樣嗎 哈囉 終於晚安 我忘記裝水了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再去裝 今天的Mina是暗黑長鼠 其實只是因為這件衣服很久沒有穿了 所以今天想說穿一下 子役晚安 穿黑色的衣服看起來比較白 顯白 哈囉 終於晚安 阿基拉晚安 6月難怪現在那麼熱 今天真的很熱耶 今天真的很熱耶 謝謝太空的一封信 哈囉 人平均晚安 今天怎麼穿這麼長 欸 其實這件衣服超久的 這件衣服應該有 這件衣服 好像 不是我買的喔 是很久以前了 好像是媽媽給我的 她朋友 朋友給她還是怎樣 反正就別人送我的 我忘記了 然後 就穿了 我這衣服應該有 穿七八年以上 不是奶奶的 不是奶奶的 奶奶她不會穿這種類型 對啊 這件衣服 七八年了吧 我記得滿久的 但是我很少穿 謝謝阿基拉的 超超超 超超超是什麼 不是很常穿這件衣服 因為她 她有一點透 她有一點透 所以我每次穿的時候 就 就要 就要再多 裡面多穿一件 就很熱 可是因為今天家裡 有開冷氣 所以就講說算了 就穿這件 哈囉人平均 喜歡沙發 這個嗎? 小藍沙發 很小的時候就這麼敢穿 不是這件衣服又沒有很 性感 這件衣服就是 這件衣服不是辣妹風欸 這件衣服就是超一般的那種 我覺得這件衣服有點氣質 是比較lady的一件衣服 是不是因為直播有點透 是不是因為直播有點透 其實因為我之前的話 我裡面會再穿一件平口 或是背形 是不是直播有點透啊 還是我要去穿 對啊,平常穿 是好好,這件我覺得是 是氣質的 怎麼辦 要去穿嗎 兔兔都可以看到 因為這件就是比較透的 哈囉蘿莉郎晚安 直播好像有點透是不是 因為我現在留言擋住 我看不太到 哈囉蘿莉郎 跟肉兔兔比起來 覺得還好 女孩子說還好就好 因為我剛剛 直播前 因為奶奶今天她忘記帶錢包回家了 她今天忘記帶錢包 然後她網購的東西 今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她如果今天再不取貨 就要被退了 所以她剛才就跟我借錢 她剛才跟我借一千塊 要去取貨 可是我錢包裡面只有三百塊 然後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只好 我就只好跟奶奶一起出門 我去領錢好 就是借她錢 然後我就出門的時候 因為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家 就是穿睡衣而已 然後剛剛就 不知道要穿什麼 就隨便套了一件就出門 然後我套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裡面會多穿一件 那因為我今天就 想說只是去附近便利商店而已 我就隨便套了一下 我就問奶奶說 欸你覺得會太痛嗎 她說不會啊 然後我就這樣出門了 我這樣出門了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可是 對 就沒想到你們都覺得這件很性感 但是 對啊 奶奶 還是直接問奶奶不準 不對 人品均認證 覺得還好 就覺得還行 我的果汁計畫 後來就沒消息 因為就被退來 我就收到 那個商品 配送失敗的那個簡訊 原來就真的忘記了 台灣的ATM經驗 什麼叫ATM 有收到負評嗎 沒有耶 為什麼店家都沒有來給我任何的 Message 壓力壓大 我相信女生的審美 但是是不是 我知道了 就是 女生 女生會覺得穿泳裝那種 就是可能比基尼或什麼 我們會覺得好像露很多 但是 男生反而會覺得 喔這種薄紗若瑩路線比較性感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女生跟男生看 覺得 就是 性感 的那個點 比較不一樣 難道就這樣蒸發了 應該就是被退吧 可能 店家 我覺得 忘記取貨這個 肯定不是 就是 不是只有我會發生 一定很多人也會 也會有忘記取貨的經驗 所以可能 也許那家已經 那家店家已經習慣了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謝謝柏雲的相守之星 之後生血也有補了嗎 什麼比基尼嗎 比基尼嗎 先不要好不好 我還沒有那麼 我還不敢 沒有那麼有料 這套有拍過照嗎 這套 好像 好像沒有拍過照 因為這套衣服我就 平常比較少穿出門 比較少穿出門 真的嗎 我直播沒穿過嗎 這件衣服真的有七八年 我居然直播沒有穿過 我是有多不喜歡這件衣服 因為這件衣服跟我平常的風格 比較不太一樣 就比較小穿 哈囉蕙蕙晚安 楊熊記得有 喔楊熊記得有喔 我也記得有耶 我記得有啦 回想一下 我記得有穿過 哈囉楊公公晚安 只是很少穿啦 但我記得應該是有穿過 好有氣質 對嗎 我就說這件是氣質的 你們不要因為是薄紗 就覺得它是 它是辣蜜蜂 這種這麼透的怎麼沒有影響 因為我之前裡面會多穿一件 就是 背心 你們可能就看不出那麼透 但我記得是有穿過的 每次看Mina都有初次見面 心動的感覺 人品君怎麼那麼會說話 沒有我跟你們講 不是我跟你講 你們這些直男 你們這些直男 這衣服我真的有穿過啦 我真的有穿過 只是每次搭配不一樣 你們就覺得好像是新的一樣 心臟都沒在跳 是數了嗎 是數了嗎 叔叔 叔叔你數了嗎 這個 人工夫妻 喔不是那個是蜜水 蜜水的時候才要 這個 一般是 一般是這個吧 心肺復甦 其實我以前有學過 以前有學過 健康教育課 有學過 我們當我對那一隻做那個 他叫什麼 安妮 是安妮嗎 王妮那隻叫什麼了 那個假人 那個假人 他叫什麼啊 我忘記了 就是安妮 真的假的 因為我剛才講安妮的時候 我就突然 我就想到安妮 我想說 怎麼可能 我們怎麼可能對安妮做這種事情 結果他真的叫安妮 因為我以前還沒有認識安妮 對 真的是安妮 對啊 以前有學過 但我忘記了 這樣子我不會做 我 哈囉 志豪晚安 叫叫ABC 對 我還記得 第一個叫是 叫 那個 那個是 昏迷的人 叫他 醒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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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做夢嗎 醒醒啊你 然後第二個叫 是打電話 叫 叫警察 或救護車 打110 或119 求救 A A是什麼 A Apple 沒有A是什麼啊 我忘記ABC是什麼 哇 真的是學了都忘記了 學了沒有用就忘記 有人記得A是什麼嗎 暢通呼吸道 不知道那個英文叫什麼 叫叫APC Apple Banana Cat 什麼啦 這樣怎麼救人 那個先給他 an apple 然後再給他banana 然後最後 呼叫cat來救他 什麼東西啊 謝謝追蹤 謝謝追蹤 A是Airword Airway 為什麼講Airway 我又會想到別的東西 Airway 暢涼 幫助洗腦 Airway 以前不是還有那個 以前不是還有那個 那個是駱駝 我塞裡頭 我塞裡頭 Airway 所以A是Airway 真的是Airway 我以為你們亂講的 Airway 口香糖不會找我業配 因為我就是一個 小時候 我這小時候真的超愛吃口香糖 就是一個吃口香糖 吃到咀嚼肌爆發的人 你們看我這個店家就知道 真的不要吃太多口香糖 就會變成這樣 Mina的腦袋都裝什麼 都裝可愛啊 我的腦袋裡都是可愛 突然有一個很專業的Airway Breathing 還有Circulation 好我記起來 下次直播再問我 我記得我有學起來 不是我要記起來 這是以前學過的東西 只是在 複習一次 Airway Breathing 跟Circulation 暢通呼吸道 確認有沒有呼吸 然後 然後再 一直循環到 救護車來為記 是這樣沒錯吧 小時候喜歡飛雷 啊我也很喜歡 那個是小時候去雜貨店的時候 都 逮到機會就會買 就如果爸爸媽媽今天說 幫我去雜貨店買一瓶 醋 醬油也可以啦 然後就 然後有多的零錢就會 就會買飛雷口香糖 而且這些小時候超開心 雖然超便宜 一條才十塊 可是很開心 因為很喜歡吹大泡泡 對小時候 十塊錢就買到快樂了 好幸福喔 長大之後 欲望越來越無窮 現在三塊錢就快要買養樂 有那麼便宜的時候嗎 養樂多什麼時候三塊錢啊 我怎麼從我有印象來 就要六塊七塊 以前都買巧克力的手牆 小男生跟小女生不一樣 沒有啊 飛雷男女都喜歡吧 倒板的養樂多就三塊 還是其實是買倒板的 以前有三塊錢的 我忘記了耶 但小時候 小時候 夏天把養樂多冰到冷凍庫裡面喝 就覺得哇 不對 就是吃冰啥已經不算是用喝的 用吃的 就覺得好幸福喔 然後還有棒棒冰什麼 然後長大之後買的冰 越來越貴耶 就是 我現在最喜歡的冰 它是那個 就是有珍珠的 什麼啦 我喜歡 我喜歡有珍珠的 我其實曾經最喜歡的是 鹹蛋黃的那個 鹹蛋黃珍珠的那個 冰瓣 對 但是後來就是 因為吃太多 去年還是前年夏天 那是去年還是前年初的 反正就超喜歡 然後就 就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吃 然後就 就今年就覺得還好 有點 就覺得有點膩了 因為鹹蛋黃就是 比較容易膩的東西 對啊 以前小時候 那棒棒冰很便宜 一隻才十塊錢不到耶 然後 而且還是跟 姐姐一人一半這樣子吃 就很開心了 然後長大之後就 就是 棒棒冰 其實現在偶爾還是會滿 因為便宜 但是就是 開始 感覺 就是 棒棒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我了 經歷過單行本一本75的年代 單行本是什麼耶 很愛咬東西 真的 真的 我 我其實不太喝手咬 但是如果 如果要喝的話 我一定要選 有 有加料的 有加料的 嗯 玉泥鮮奶 除外啦 但是我平常 我比較喜歡就是有 我喜歡有 寒天 我喜歡寒天 或是珍珠 其實我喜歡珍珠 但是 珍珠的熱量比較高 所以 寒天的話就是 也喜歡咬東西 但是可以 就是比較 無負擔一點的選擇 單行本就是一集一本的漫畫 喔 我沒有買過漫畫 所以不知道 粉條 嗯 粉條還 還好 粉條還好 我喜歡 我喜歡圓圓的東西 圓圓一顆一顆的東西 比如說 像米娜 像 圓圓一大顆的 圓圓一大顆的 玉圓 對 玉圓喜歡圓圓的 QQ的 魚眼睛我也喜歡圓圓的東西 剛剛的動作 蛤 我剛才做了什麼動作了 杏仁洞 杏仁洞 還好 我覺得杏仁直接吃比較好吃 就是堅果直接吃 可是如果 就是做成 磨成粉之後 那個杏仁味 就會變很重 我就比較還好 是沒有到不喜歡 但我 我比較喜歡直接吃 大珍珠吸起來比較有Fu 對 小珍珠我很容易 就是不小心吸 就是還沒咬到 就吸進去 以為要死了 發現太小顆 其實根本不會給到 我常常 吸小珍珠 我真的不喜歡小珍珠 我每次吸就 就是還沒解決 他就到這裡 死了 然後發現其實超小顆 就很像吞尿 就下去 真的 我很張 而且我每次反應都太 沒事 小珍珠 小珍珠我沒有不喜歡 但就是太容易 不小心直接 對一次吸太多 然後就 就沒咀嚼 就直接 直接吞下去了 真的 小珍珠會很多集在一起 喝之前要搖一搖 自動進入演戲模 真的 有時候吸到 我會以為自己 是不是要數掉 懶得咬 所以喜歡小珍珠 你們點小珍珠會不咬 直接 直接 喝下去嗎 不是 那這樣 你就失去咀嚼的快感了 咧 咀嚼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你懂嗎 咀嚼很幸福 你點小珍珠 然後不咬直接喝下去 那你還不如點沒有小珍珠的 你這樣等於把熱量直接喝進去 而且你這樣沒有咀嚼的話 消化會不好吧 小珍珠要怎麼咬 所以你們點小珍珠真的都不咬直接喝 我驚呆了 真的假的 我自己是大珍珠派的 小珍珠派的人是 不咬了嗎 因為我真的很常不小心直接吞下去 然後我都會覺得 嗯 就是要死的 這樣 所以點小珍珠真的不咬 可是不咬的話 那為什麼要點珍珠啊 就是 所以還是有人會咬的是不是 對啊會出事啊 還是你們平常都喝小珍珠練習那個 吞藥 當做吞藥的練習 因為我沒辦法不咬 就是直接吞耶 所以我每次吞藥吞大顆的藥的時候 就很容易 卡住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沒有吞失敗 可是你又可以感覺到那個藥 就是在這裡還沒有下去 突然懷疑到底怎麼喝了 一次就要咀嚼啊 一定要咀嚼的啊 就只是要有個口感 你說喜歡珍珠在嘴巴 在你的唇齒間流動的感覺嗎 那你點什麼仙草豆不是一樣的 一樣的概念嗎 一次吞很多藥 我不行耶 我一次大概只能吞兩顆 不然真的 就真的會卡住耶 還是跟我聲音比較高有關係 我的 我的 活到比較短 不是比較短 比較薄 所以 吞藥也 是嗎 跟這是同一個地方嗎 不是吧 反正就很容易卡住就對了啦 比較窄 對 啊 西米露 西米露好喝 西米露是可以直接吞的 西米露可以 但珍珠不好消化耶 珍珠怎麼可以直接吞 仙草豆反而要咬 仙草豆才是不用咬的東西吧 仙草豆就是 就是 不需要咬啊 為什麼仙草豆反而要咬 你們好怪 你們很怪耶 我都不知道是你們怪還是我怪的 啊 氣管 不是仙草一帶外 可是你用吸管吸上來的時候 它就已經 已經變小了啊 對啊 仙草豆用吸的啊 吸上去之後哪還需要咬啊 我仙草豆我反而不會咬耶 可是我會讓它在我的唇齒間流動 你們懂吧 就是 先吸在 嘴巴裡面 然後在唇齒間流動一下 然後它就會變成 它就會變成 就是 你唇齒間過去的那 好害羞喔 是不是很噁心啊 就會變成 就會變成那個 就是 很細緻的仙草 對啊 然後就 就不用咬啊 就是 攪碎雞 跟那個攪肉雞一樣 攪仙草 人體 攪仙草雞 你們不是會這樣嗎 你們不會這樣喝嗎 仙草不是就這樣子 仙草哪需要咬 對啊 仙草就是這樣喝好不好 沒有試過的人要這樣 豆花也會這樣吃嗎 豆花 豆花的話 可是因為豆花通常會配料啦 有配料的話 我就會一起咬 不會拿來漱口 不是拿來漱口啦 只是 喜歡它在唇齒間流動的那個感覺 就跟你們說 吃小珍珠 就是只是為了那個 就是 珍珠經過口腔的感覺 一樣 只是口感 只是想要的口感 對 跟吃布丁一樣 魚翅才是拿來漱口的 哇 哇賽 大家看好了 浩浩 浩浩是那個 是 土豪來的 魚翅又拿來漱口 魚翅又拿來漱口 還有什麼 哇 火雅人 火雅人 哦 燕窩 平常燕窩也是拿來漱口的 是不是 哇 土豪就是不一樣 鈔票都拿來耍血 沒有 沒有這樣的硬幣的 謝謝卡波貓的相守之心 請 魚刺 魚刺好像 佛跳牆裡面都會放魚刺對不對 我驗我 我好像 魚刺的話 之前好像吃佛跳牆 去參加那個婚禮還是什麼的時候 有吃過 可是燕窩我還沒有吃過 燕窩沒有什麼機會吃吧 不過好像燕窩也不好 燕窩是 那個鳥的口水 謝謝凱安的一封信 很多是根不是真的魚刺 所以搞不好我沒有真的吃過魚刺 我可能這輩子都沒有機會吃魚刺了 但其實我覺得 就是 吃這些很貴的東西 或者是穿很貴的衣服 穿名牌衣 名牌包什麼 對我來說都 我不知道以後我會不會變啦 但是對現在的我來說 沒有什麼吸引力 其實 我覺得就是 買50塊錢的便當 然後可以吃得很飽 很滿足 就很幸福了 我不會想要吃很貴的東西 就是 如果偶爾奢侈一下 還不錯 但是 慾望不高耶 我對 很昂貴的東西 沒什麼慾望 我寧可 我寧可把這些錢去 給非洲的小孩 吃自己喜歡的 其實我喜歡的東西都很便宜耶 我喜歡吃豆芽菜 然後 還有什麼東西很便宜 地瓜 地瓜算便宜嗎 應該算便宜吧 地瓜 豆芽菜 稀飯我也蠻喜歡的 就是一些便宜的東西 我很喜歡吃便宜的東西 金針菇 金針菇是也還不錯 但也不算特別喜歡 金針菇常吃只是因為它便宜而已 不過我真的 真的喜歡的話 就是我剛才說的 不是金針菇 豆芽菜 豆芽菜是真的很喜歡 然後剛好它又便宜 地瓜比以前貴很多 不過地瓜說便宜的時候 一斤 一斤十塊錢 我之前買一斤十塊錢 然後我就大概挑了 大概有十顆左右的 算是小地瓜吧 十幾顆來的 然後就蹭一下 然後老闆說 十塊錢 欸沒有 老闆說八塊錢 然後我想說 我拿那麼多還十塊錢不到耶 超便宜 超便宜的 所以要看啦 有時候便宜的時候 就多吃一點 謝季風亮人 我喜歡 我喜歡黃豆芽 欸 不過我之前 黃豆芽跟黑豆芽 我都喜歡 綠豆芽的話還好 因為綠豆芽就是以前 營養五常常吃的 而且都會煮的 就是顏色有點變黑 導致我對綠豆芽的印象 就不太好 而且綠豆芽就是比較沒有口感 如果是黃豆芽跟黑豆芽的話 就是會多了那個豆芽脆脆的口感 所以我很喜歡 黑豆芽是什麼 就是 就是黑豆 種的 豆芽 我這樣有解釋到嗎 而且我之前上網查過 黑豆芽的營養價值 其實 就是 比黃豆芽還有綠豆芽都來的高喔 黃豆芽的營養價值也不錯 但是 黑豆芽的是 更容易被人體吸收的 所以如果要選的話 我會選黑豆芽 不想咬那個豆瓣 不是那個就是最好吃的地方啊 對我比較喜歡黑豆欸 黃豆漿跟黑豆漿 比起來我也是比較喜歡黑豆漿 我今天早餐都喝了黑豆漿 不想咬 好吧 每個人都取向不同 我自己 只是喜歡咀嚼的感覺 難怪我的咀嚼機這麼明顯 謝謝米酒的香手之心 黑豆漿什麼味道 其實跟一般豆漿差不多啦 就是 就是比較 對啊 差不多味道啊 只是 黑豆漿 好像 多了一個比較 比較 炒味 就是 有一個比較 深的味道 我覺得啦 你們可以買看看啊 黑豆漿很便宜啊 黑豆漿跟黃豆漿差不多 一樣價錢欸 黑豆花我還沒吃過 我都買無糖 對啊 除非無糖賣完了 有時候 有時候也會買有糖的豆漿 不過通常都是喝無糖 無糖比較健康啦 因為我其實是喜歡吃甜食的人 如果我一大早 因為豆漿通常都是早餐喝嘛 如果我一大早 我就 我就喝 有糖的東西 那我 下午可能想要吃個什麼甜點的話 那我今天就攝取過多的糖分啦 所以我早餐的話就 就 喝無糖的話會覺得比較沒有負擔 所以像超商的 超商賣的那種 包裝飲料 我其實都喝不太習慣 因為 對我來說都太甜了 可能 就是喝無糖的東西 習慣了吧 我覺得 就是超商的那種飲料 因為都是沒有 就是已經調好 不能 不能調 不可能這樣子去手搖店 在那邊擠分糖 就是 超商的飲料 我覺得普遍都偏甜欸 所以我 喝不習慣 太甜了 哈囉 夜藍晚安 家浩晚安 謝謝神獸相守之心 看著Mina才敢喝無糖 什麼 那你現在 現在可以 現在可以 邊看直播邊喝 無糖 無糖茶 無糖豆漿 超商的真的很甜 不行 無糖啤酒 啤酒本來就沒有糖不是嗎 啤酒很苦欸 我不行 然後 現在喝白開水都很甜 白開水是本來就是很甜啊 因為我之前跟成員剛好聊天有講到 然後我就說 因為他們都看Mina每天都帶著保溫瓶 你的保溫瓶 無業配啊 我的保溫瓶 我是一年世紀都帶著保溫瓶的人 然後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Mina夏天也要帶著保溫瓶 然後說因為保溫瓶就是 因為我喜歡喝 比較溫的水 就是即便是夏天我也喜歡喝溫的水 因為我覺得 就是差不多 40度左右的水 就是你可以喝得出水的甜味 冰水的話就是 可能太冰了 就比較 就像 其實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 你 把一個 有加糖的飲料 你直接喝你覺得太甜 可是你冰 在冰箱冰過之後 你在喝就不會覺得糖分甜度那麼高 就是 水我覺得也是這樣 就是 差不多40度左右的水 就是你可以喝到那個甜味 可是如果是冰的話 就比較喝不出來 所以我自己是喜歡偏熱的水的 即使是夏天也是喜歡喝偏熱的水 不是礦泉水才會甜甜的嗎 礦泉水我覺得是有 看各廠牌 有的真的是比較甜 甜到不是那麼能接受的 但平常喝的水 我覺得喝溫的水 就是 就是很好喝 現在 現在 為何 是沒吃飽了 一定要配溫開水 欸我跟你們講 吃藥反而不能配溫開水 吃藥配溫開水的話馬上 就 因為我是先把藥放在嘴巴裡面 然後才喝水的人 對 然後我每次吃藥 我先放 因為本來舌頭上就有一些溫度了 所以你再配溫開水 就是加速它那個在你嘴巴裡面溶結的速度 這超苦的 吃藥我要用冷水 這樣它才不會融化那麼快 哇很苦欸 舌頭苦苦的 對奶奶要吃宵夜了 很貴嗎 很貴美美吃不行 一百多 一百一 一百一 一個人一百一 兩個一百一 兩個一百一 韓式炸雞怎麼那麼便宜 變自然 好懶 好像可以 謝謝孝賢真情告白 不是奶奶感的 奶奶就是很想吃啊 不管我說要不要感覺它都會點 謝謝宵夜的pop cat 奶奶就小惡魔 對啊 我每次說它減肥 然後它就會開始 要不要吃炸的 要不要吃還是炸雞 要不要吃薯條 要不要吃薯條 要不要 你要蜂蜜芥末還是原末 你說蜂蜜或芥末還是蜂蜜 蜂蜜芥末 蜂蜜芥末 強迫吃宵夜的 小 啊 中或小吧 我最近在戒辣了 也沒有戒辣啦 就是 平常的話 平常的話不會 不會吃特別辣的東西 但是如果是 要吃麻辣鍋或是 就是一定要辣的東西 就一定要點到大啦 但平常的話就 平常的話不太會太辣 對啊不然對 對皮膚太刺激 我最近皮膚真的不太好 我最近又有一點過敏了 謝謝黑雕的紅玫瑰 沒了 沒了 他阻止你吃宵夜 剛好最近也在變天 最近又 最近不太好 最近的天氣就是 有點悶熱嘛 然後都會午後雷震雨那種 只是對皮膚不好 中天天很痛苦 就是 就是悶 很悶 然後就是會長一些疹子 很不舒服 有 冬天在吃辣油 冬天我吃爆了 秋老虎 結果沒有找到穿過這件 就 我這件我真的沒穿過嗎 去藍嗎 但是直播真的 直播太久了 要找也是很困難 但我 這個 好啦我也不記得 但這件衣服真的很久 不是新衣服 只是我很少穿 哈囉大頭晚安 畢竟都直播 直播那麼久了 直播有三年多了 也很難記清楚 我自己都記不清楚有沒有穿過了 感覺衣櫃還有很多沒有拿出來穿的衣服 沒有有些衣服就是比較不喜歡 喜歡的衣服就很常穿啊 我以前不會穿這種衣服直播 我穿這件衣服到底怎麼 在衣服裡面就超正常的 我下次再穿 但是我 我像之前一樣 我穿平口在裡面 你們就不會這樣 你們一直這樣講 我就這樣 拜拜 沒有啦我去裝水 我去裝水 我冷靜一下 沒有啊 我真的覺得這件衣服是個超 超普通的衣服 謝謝小熊的啾啾你喔 就是我覺得 這件衣服就是超普通的衣服 而且甚至是 我自己不不那麼喜歡 所以很少穿 就是超普通的衣服 可是我不知道我今天穿的時候 你們就一直 一直說 什麼 Mina以前不會穿這種衣服什麼 然後就講的好像 好像我 我變 我變怎樣 那這件衣服明明就很普通啊 可能就是今天 可能直播 有點透還是怎麼樣 就是講的 我覺得我做錯事情的感覺 害我一直 我覺得 沒事 我知道我知道 當然就是 因為你們今天一直講啊 我就會覺得 我穿這件衣服是不是有點 防害風化了 有這種 有這種感覺 好 好啦 我就這樣直播 奶奶的不是更誇張嗎 奶奶的還好吧 奶奶的衣服 只是布料比較少 這件布料很多吧 我這次有血池成功 我這次有血池成功 我這次有血池成功了 不是你們一直講我都講到我好害羞喔 我有搶到浪華謝謝謝謝夏兒 謝謝圖士錦的戳戳你 喔對而且這次多了那個那個叫什麼鏡頭的提示燈 就是其實一般我們去我們去上通告什麼的也都會有這個提示燈 就知道現在是哪一集在拍就看哪一集 其實對我覺得有加提示燈真的真的差很多耶 有提示燈的話就不會有像上次一直看錯機 就很多機真的不知道要看哪裡 但是我覺得 就是反正有加提示燈真的是太好了 這次就沒有看錯機 謝謝雙木靈的守護徽章 這樣第一次沒有啊 第一次沒有所以就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集在拍 而且就是可能攝影團隊也比較不熟悉吧 都不知道哪一part是誰在唱什麼的 然後有時候在唱的part本來都沒有被take到 對啊有燈了 所以本來就本來就是有燈的話就可以避免掉這個問題 然後這次的導播其實也換了 我其實本來以為會是一樣的導播 對 因為 因為感覺導播切鏡頭也是我們 我們的舞蹈動作對型變化那麼多 導播感覺也是 對 然後 我本來想說應該有上次經驗的話 應該會同一個導播 會比較熟悉我們 就這次又換了一個新的 對 可能還 可能還在找 適合 或是上次導播有事 我不知道 穿有名牌的衣服給導播任人用 喔對我們彩排的時候都會穿有名牌的衣服 也不是有名牌衣服 會把名牌貼在衣服上 謝謝瑞隆的啾啾你喔 4號的導播不錯 5號就不這樣 難道5號導播不同人嗎 我不知道欸 會這樣子嗎 導播是 這麼忙 但我覺得我的名字那麼難記 不對 應該說 寫錯號不會比較好記嗎 我的名字我自己覺得 潘志儀這名字超難記的 就是看過一次根本不會記得 如果寫Mina的話應該好記很多吧 5號都對不到交 是攝影大哥的鍋還是導播的鍋 對焦的話感覺是攝影師的問題欸 切畫面才是導播 但我不知道 導播多看幾次工業比較有用吧 不知道下一次還會不會有線上的防疫室 但 如果有的話當然是希望固定一個導播比較好 不然 不然 每次都不知道切哪一機 我可愛到模糊 等一下 我的畫面並沒有模糊啊 難道是我不夠可愛嗎 今天鬼門關 喔 那不是很好嗎 不過我對鬼門開鬼門關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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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焦之攝影師 對啊 所以跟導播沒什麼關係吧 謝謝志豪的木木 不要關了 楊熊要回去了 好快回去吧 慢走不送 快回去 你該回去的地方好不好 我們明年明年再見 整體的切換有變好 我也覺得有欸 至少 至少 我唱的part 有準確的take到我 因為像上次 上次 上次 對 上次的公演說真的 我看完之後 就是蠻沮喪的 因為 難得到自己唱的那一part 因為成員那麼多 可能一個人一首歌 就只有分到那一兩句 獨唱的part 副歌通常一起唱嘛 但 就主歌難得有分到那首歌 一兩句是你唱的 結果 我唱的part 都剛好在take別人 然後我就覺得 就覺得 就真的很沮喪啊 就是 難得表現的機會 就沒有被take到 而且線上公演 是難得海外的粉絲也可以 也可以 觀賞的 而且是第一次 大家都那麼期待的 然後 結果都沒有被take到 就覺得自己 就是 然後就覺得你們是不是 都會被其他 一直被take到的成員 調走 我就覺得 很沮喪 對啊 所以 那這次 這次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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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我看完 我看了好幾次 我覺得 這 基本上沒有 沒有miss掉了 我的part沒有miss掉了 我覺得蠻 蠻好的 上次哭過了 不可以再哭 沒有 沒有 沒有要哭 不哭了這次 對 就上次 就蠻沮喪的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 整體呈現的感覺吧 就是 原來線上公演 就是原來在鏡頭下 就是鏡頭下拍的自己是長這個樣子喔 就是跟練習的時候很不一樣吧 因為鏡頭的話會 會 可能練習只是你 你對著鏡子練 可是鏡頭拍的話 會有很多不同的鏡位 你要怎麼去抓 然後 然後 表情方面 因為特寫會更明顯 什麼的 所以 第一次公演之後 就覺得真的是上了一課 所以 回去之後就 研究了一番 然後這次的話 我覺得 就是 改進蠻多地方的 當然還是有 有 可以在更好的地方 哈囉 一姐晚安 蘇光愛情的solo 但那個我覺得無所謂啦 因為蘇光愛情的那一part 就是所謂freestyle的部分 就是 就是 free free的部分嘛 就是 其實隨便take我都覺得無所謂 因為 我也不是那首的center 所以就是 而且那個是free 就是很看當下的感覺 也許當下 導播覺得 啊 take哪邊比較對 就是take哪邊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也許下次就take到我了 所以我倒不會很在意 但是 但是 比如說 新端的沙發 我 我的那一句 結果沒有take我 我就 我就會覺得很 很可惜啦 就是 明明我唱的部分 結果卻take到沒有唱的人 就會覺得很可惜 但是 本來就不該 特別屬於誰的part的話 就可能是很 看當下的氣氛 所以 這個的話我就不會太在意 但我必須說 我 我自己 很 我自己還蠻喜歡 應該說 這次新端的沙發 是我 跳reset公園那麼多次以來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次 我看了裡面 我真的蠻喜歡這次的沙發 就是 雖然這次的沙發 其實是有 出 是有出小意外的 對 就是 在我 就是我跟李寧有一炮 我轉身的時候 我跟李寧其實我們兩個是撞在 撞到一起了 對 但我 是我的鍋啦 是我的鍋 因為其實 是因為鏡頭 是因為鏡頭 是因為鏡頭要take 原本他們的 原本的位置是他們會站的比較後面一點 但是 因為站他後面鏡頭take不好帶 而且臉會比較暗 所以 所以他們站的位置是比較偏淺的 他們站比較前面 然後我又顧著跟鏡頭 互動 所以導致我沒有算好距離 所以我轉身的時候 然後我轉身的時候沒有算好距離 我就撞到玲玲了 對 但是呢 但是 我覺得正是因為 這一part 所以 這次的沙發 才是我最喜歡的一次 就是 因為有這個意外 所以才變成了一個 記憶點 才會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就是 因為新端的沙發 這首歌本來就是在說 就是 跟夥伴之間的那種 那種情誼 就是 就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夥伴都會一直在你身邊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是出意外 不小心撞到演員 然後只有撞到之後 我就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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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靈在旁邊 當然是就是扶我一下這樣子 就是 就是很符合這首歌的感覺 不覺得嗎 就是雖然 撞到這件事情是意外 但是就是因為撞到更 表現了這首歌的那個 氛圍 就是 不管出什麼事情 夥伴都是在你身邊 會扶你一把 然後會給你一個 微笑這樣鼓勵你 然後 而且因為撞到之後 我們都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那 那整怕我都是 我都是笑著在唱的 而且 就是 笑著唱歌的話其實 聽的話是很明顯的 就是你即便你不看畫面 你單聽聲音都知道 是笑得很開心在唱的 所以 反而是因為有這個小意外 所以我 我真的很喜歡這次的沙發 因為原來怕就是 就是有點可愛啦 我自己 然後很符合這首歌的氛圍 所以我自己也蠻喜歡 蠻喜歡的 對本來出意外我應該要很沮喪 但是卻因為這次這個意外 我反而 就是我最喜歡 對目前為止最喜歡的一次 新端的沙發是這一次 那應該下次不會再撞了啦 下次不會再撞了 但對我真的很喜歡這次的沙發 就是不管是撞到 或是撞到之後 整段笑著 笑著看彼此的那個氛圍 我自己都很喜歡 也覺得很好笑 難怪心情特別好的感覺 沒有 也只是 怎麼講 就是有 這次的公演 還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感覺這次比較不完美的地方 感覺是 怎麼講呢 就是 不是表演上的 對 不能說是表演上的 比較多是 後台的一些突發狀況吧 就比如說 比如說拼圖 拼圖48那一首歌 就是 就是 嗯 施雅 Cue Cue要下格 MC 那一part 她要Cue拼圖48的時候 其實在後台的時候 還沒有準備好 那時候只有 就是 那時候後台只有 我 我 我跟Luca是好的狀態 就是我 我每次都是 就是換衣服很快的那個 然後 我那時候在外面等接我一個 然後過了一下看到Luca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聽到 聽到前面的MC在那邊講講講 然後Shia就是 就是聽到有個要結尾的感覺了 然後我跟Luca兩個對看 然後我想說 嗯 我們兩個就有點想說 嗯 等一下 這是 因為一般 一般我們會知道 後台準備好了的話 會有一個提示 我們就知道 什麼時候要結束話題了 這樣子 謝謝周瑩的告白氣球 然後那時候不知道是 就是前面出什麼 可能是下錯指令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 對 就那時候 其實後面 其他人都還沒有準備好 然後已經Cue下歌了 然後就 連所有工作人員 幫忙拉幕工作人員都還沒有到 我先站在那邊等了 然後所有後台就是 慌亂成就 什麼 什麼 放歌了 快點快點出去 然後後台自己一正 混亂 然後我就若無其事的走出去 我就若無其事的走出去 然後後來 後來大家也 也有感上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就是超緊張 因為那時候 突然聽到已經在Cue 前面在Cue的時候 然後我就 我就跟後台說 快點已經下歌了 然後其他工作人員 全部都慌慌張 把成員要推出去 然後後面超慌張 超慌張的 沒有看出來 這對 就是 在後台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 就是 大家是很慌張 但那時候我是覺得不管大家 準備好了 至少 我已經好了 我要先出去 不然 不然那時候 P248就拉開 沒有半個人走出去 這不是很荒謬嗎 所以我覺得至少 我得要先出去 然後其他人 慢出來 或是怎麼樣 就是 再看看吧 反正至少 要有人先出去 就對了 然後還好後來大家都有努力趕上 然後我就覺得 還好 就是在後台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很著急的 然後 但後來看 看影片的時候 就發現 其實 其實還好 沒有想像中 那麼 那麼混亂 對 是還沒有估算換裝時間嗎 其實他那時候有想說 怎麼這次這麼快 就亮燈了 但好像是他們忘記切那個燈 對 所以就 就是 算是一個小 小插曲吧 有勇氣衝第一的嗎 也不是說衝第一 就只是我覺得 就是在突發狀況的時候 有突發狀況的時候 就是總是 要有一個人 就是至少要有個人出來 或是要有個人穩住 之類的吧 我剛剛有填嘴唇嗎 有人出來比較慢一點 但沒有想太多 對 但那時候後台就是 大家超級慌亂的 因為就是 其他人全部都還在後面 書畫整理 然後就 就突然就要衝出去 這樣 就是 就是 我沒有 我沒有反應 我不是反應迅速那個 我只是 單純換衣服很快 所以我很早就在那邊 standby了 然後只是 欸 可是其他人還沒好 怎麼就 怎麼就Q格了 但是音樂已經下了 我 我當然只能出去啊 所以真的要說 反應快的是後面那些 原本在準備的人 然後都有感想 對 我是 我是最 我是很 我沒有查 因為我本來就好了 比較考驗的是後面那些人 然後 急急忙忙衝出來 然後還有 還有這次我覺得 插狀嗎 插狀比較多 對我來說吧 就是在當下表演的時候 前四手的時候我就有 就是換位子的時候 就有 跟成員撞到什麼 然後我撞到當下 就會覺得 這個在鏡頭下看到撞到 是不是很不好 很不專業 然後就會心裡擔憂很多這樣子 對 然後結果 後來看影片的時候 就發現 其實 看不出來耶 其實完全看不出來 有撞到耶 但是 對 就是 自己當下會覺得 會不會畫面很明顯 會 就覺得 其實 其實並沒有耶 其實好像還不錯喔 快速換裝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超快速換裝 不是我要誇耶 真的是 就是一般人就是 其他成員可能 就是換裝的時候 就是會有工作人員幫忙 幫忙你脫衣服 穿衣服 就是加快那個速度嘛 然後 然後我的話就是 除了一些比較難扣的一些衣服 我需要就是姐姐幫忙我弄一下之外 我大部分 基本上都是自己 自己穿脫完畢 然後 然後其他人穿脫完畢 就已經差不多要準備上場了 然後我是自己穿脫好了之後 我還可以把脫下來的衣服 慢慢掛回衣架上面 就是 因為一般來不及的話 都是工作人員會在我們上去表演之後 幫我們把衣服掛回衣架上 那我是 就是時間超多的 然後我可以 我可以先補好自己的妝 然後 然後再把衣服慢慢掛回去 然後才時間很多耶 就是 就可以幫姐姐 就是減少一些負擔啊 因為 後台那麼多成員 他們要幫忙處理這麼多東西 鞋子啊 衣服啊 等等的 就是我們上去之後 他們要先把下一套衣服拿出來 什麼什麼等等的 就是 後台其實是很 忙碌的 所以我覺得我 我自己可以弄好的話 就是 幫他們減輕一個負擔嘛 還可以幫別人穿了吧 是可以沒有錯啦 其實我也在想 我其實先 弄好我可以幫別人穿 但是 但是 姐姐們都會說 每次你好了 就先出去準備了這樣子 我就想說 我不要在那邊 就是 佔位子 所以我好的話就是 先 先 先出去準備比較好 因為 後台其實一定有工作人員幫忙了 因為 後台其實一定有工作人員幫忙了 要成員去幫 幫其他成員穿的話 其實他們會希望我們先 做好表演就好 所以工作人員就會說 沒關係你不用 你不用幫忙 你好了 就先出去這樣 因為我有時候在那邊幫忙 掛衣服什麼的 不然我就是比較極性質的人 我平常出門也是就是 很像在戰鬥有沒有 就是每次都把自己就是 就是很快就要出去 我出門就很快啊 就是 我做什麼都要很快 異工模式 我真的不介意耶 我真的不介意 就是在 在公司當異工或是什麼 我真的不介意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工作人員也很辛苦 我覺得工作人員也很辛苦 所以如果我可以 幫他們減輕一些負擔 像 我之前也是幫工作人員搬 不知道什麼 我就是去什麼活動 反正要幫忙搬一些東西 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搬 然後 欸 是地震嗎 是不是地震 地震能換草啊 喔 小小的 小小的 暈了嗎 對 我有時候幫工作人員幫忙 幫一些東西 然後 然後 他們就說 好了好了 成員成員不用幫忙 就是 就是他們覺得 這不應該屬於我們的工作 應該他們自己做的就好 然後我說沒關係 這我 我還是會幫忙 弄 奶奶反應也太大 沒有奶奶只是出 出一張嘴而已 呵呵呵 照顧大助喔 但大助本來 我就蠻喜歡 本來就蠻喜歡 蠻喜歡 仓鼠 只是沒有機會養 我覺得 我覺得 嗯 對啊 我覺得 把大助接回來養 對我自己也算是一個 就是新的嘗試嘛 沒有養過寵物 當然 咬的有點久 但其實不大 好可愛 好可愛 米娜人太好 我被發好人卡了嗎 我被發好人卡了嗎 好人卡了 大助甩好 大助沒有那麼大支 啊 生日會的時候幫姐姐們黏貼紙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 我們出的題目太簡單了 然後要黏很多貼紙 我是不想拖到那個 遊戲的時間 因為 貼貼紙的時候 就等於 只剩台上的人 跟你們聊天 然後 然後台下的人 就要一直等我們 所以我就 我當然希望可以快一點 就是我不想要拖到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就拼命 趕快慢慢 趕快慢慢貼貼紙 對 因為我不想拖到 整個進度啦 沒有看到Mina走秀 沒關係 Mina走秀不是很重要 Mina走秀不是很重要 如果想看明年 明年還有機會辦生日會 明年看一下 好不好 今年都沒有辦生日會 好沒有 好沒有25歲的感覺 明明25歲是 我覺得25歲很重要 就是 每5年嘛 都是一個 就是 又是一個轉捩點的感覺 結果卻沒有辦法過到 這起來有點可惜 而且因為疫情的關係 也沒有特別去外面吃住什麼的 就是有點小可惜 為什麼要貼貼紙 那就是 生日會那時候的一個遊戲啦 25那天突然感覺身體很重 突然覺得 老了 呼吸 都變得很喘 老化的超快 Mina20歲的時候有大肆慶祝嗎 其實好像也沒有 好像一直以來都是 蠻平淡的過去 只是自己心境上會覺得 啊 20歲了 又 又是一個新的人生階段 自己 心理上會覺得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天吧 但是 好像也不會特別 花大錢慶祝什麼的 30的話更沉重 30 氧氣感 呼吸困難 是也沒有那麼誇張 奔山了這樣 那真的真的有差 我跟你們講年紀大了 真的就是 真的會感覺到 就是自己的體力就是 有開始 下降 就像我 我跟以前吃一樣的 就是我的食量跟以前是一樣的 但是 我的 我的體重我現在4開頭 我以前一直都30幾30幾 就怎麼吃都不會超過40 然後我現在就4開頭了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 我吃一樣東西 但我現在是 我如果不運動 我如果不運動的話 我的體重就會再上去 所以我現在是 跟以前吃一樣 但是我要加強自己運動的頻率 才可以維持跟以前一樣的身材 所以 真的是有感 真的是有感 真的是有感自己 就是 就是對 年紀大了 代謝 代謝有差 你們請喝一看 所以說 就是 我不願意放棄吃 因為我很愛吃 但是我就必須要多運動來 還債 就是這樣子 而且你看我現在要跟 我們團裡面的妹妹們 很多跟我差七八歲 十歲 洆湞跟我差十歲都有 我們在同一個團體裡 而且 跳一套公演其實是非常 需要花很大的體力的 所以如果我平常自己沒有在 沒有在鍛鍊 沒有在跑步訓練的話 我剛才怎麼突然跑 又不是豬頭 為什麼 又不是豬頭 為什麼要消音 跑步的時候 好好笑 對啊 我如果平常自己沒有在訓練的話 我 沒有辦法跟 哲哲學妹妹一起跳reset公演 跳 跳了一首 就在那邊 上氣不接下氣 開始喘了吧 邊唱邊跳是很辛苦的耶 所以 所以說 就是 年紀上來了 就是為了跟 跟隨年輕人 要跟上大家 所以 所以平常就不能偷懶 多訓練自己 上次思雅MC蠻喘的 思雅要 因為思雅不喜歡跑步 我記得我們在春跑步的時候 對 大家都不喜歡跑步 只有我一個人跑得很開心而已 但我覺得跑步 還是蠻重要的啦 跑步還是蠻重要的一個訓練 而且 特別是上了年紀 真的 不跑的話 就會 上氣不接下氣 真的要跑 或是游泳 但因為我不會游泳 所以我只能選跑步 我也不是說多喜歡跑步 是 是 怎麼講 我是蠻喜歡跑步的啦 但是跑步會有小腿肌 所以我就不是那麼喜歡每天跑 思雅連出門吃飯都懶了 還要她跑步 真的喔 但我不想要大家看到我 上氣不接下氣的講話 所以我 我還是多去跑步比較好 年輕時很喜歡游泳 現在是多老 游泳的肌肉會比較匀 對我是有聽說這樣子 但是就 就真的沒辦法 就焊鴨子啊 不會游泳 玩過武力全開就能體會成員跳舞的辛苦了 武力全開是什麼啊 是那種 就是 跳舞的遊戲是不是 全身都要動的那種 跑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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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華一封信號 謝謝 謝謝 謝謝熊熊的搖起來 是兔兔 我喜歡 兔兔 現在練游泳也不晚 好可怕 而且我很容易對水過敏 也不是說對水過敏 可能游泳池比較不乾淨的話 我皮膚就會過敏 就會紅紅的 謝謝茄子的POPPAT 好 哈囉 晚安 順便拍生血 不是你們才剛收到7月生血症 泳裝 泳裝的照片嗎 的生血症嗎 又要拍 你們不是才剛收到 好 再假如碰得到地的泳池慢慢練習 其實游泳池的我基本上都碰得到地呀 一般游泳池的高度好像是 我都碰得到地 好像一百 不知道一百三一百四嗎 反正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碰得到地的 就沒有很省 也有很省 很省的我就沒辦法去了 最小的池是一百四 那應該以前學校的應該就是一百四 謝謝蹤影的豬豬鳥 到155的那我真的不能呼吸了 我真的不行 因為以前學校還一定每一年都會辦游泳比賽 然後我就不會游泳 可是人不夠 所以我每年都被派去比賽 然後我每次都是用走過去的 所以學校的應該是一百四啦 不然我都走不了 這不是我拍一個不會游泳的去游泳比賽 我真的 這不會游泳欸 因為真的就不會游泳啊 然後人就不夠啊 然後體育老師都說沒關係 就用走的 你能走過去就好 不然人真的不夠 這樣民視不是很常 對啊我在那邊走的時候 然後 因為是接力的 然後在對面 在對岸的男生就開始 快點到二馬 然後就很兇 就很兇 我真的不愛游泳啊 我真的去打醬油了 我真的不會游泳 我真的去游泳比賽 然後被罵 奧運 奧運有參賽者不會游 他怎麼去參加奧運 他們國家沒有其他代表 是不是 倉鼠打醬油 可以用游泳圈或浮板 當然不行啊 游泳比賽 怎麼可能讓你用游泳圈或浮板 就真的 真的很可 很可怕 就很丟臉耶 就是 所有其他班的人 游泳比賽 大家都是游過去 然後是只有我在那邊用走的 不能換了嗎 不是我們班就沒有其他人了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其他人了 其他人好像就是什麼 什麼生理期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很多理由 就是 就是導致人不夠 然後最後 班上要選10個人去游泳比賽 男生10個女生10個 我們班上有幾個人 我們班上 我們班上 男生18個 女生應該也是差不多 17 8個吧 以前一班就36 36左右啊 對啊 17個人 然後選 選 是選10個嗎 還是15個 為什麼 我這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被選過去呢 我真的不會游泳耶 我還是很疑惑 我也不記得了 那我班到35 36吧 以前班上的女生 剛好游泳課都會生理期 我也覺得很奇怪 可是因為我 我好像 我生理期來的比較慢 所以那時候 我記得是國 國幾啊 國一還是國二 開始上游泳課 反正那時候我都還沒有來 所以我沒有這個問題 你哪有胡說一個理由出來就好啦 可是 還要給證明什麼的不是嗎 我不知道耶 男生游泳課都玩很高興耶 男生基本上都不會缺席的 沒錢沒好處的誰自願要去 可是游泳比賽 就是那種 班技比賽都是為班真光啊 Mina說謊一眼就看穿了 對啊 好像不行 我也不知道 真光也是不會 也不是讓我去背嗎 但後來 後來那些男生 游泳比賽結束之後 有被我們搬倒 就是在 上課的時候 麻 他就有說 我們班這次比賽 雖然沒有得名 但是他對我們班上 一些人的行為 覺得很失望 然後他就有 他就有講 比如說我 他說 自己是不會游泳的 結果你看你們那時候 一直這樣子罵他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 他覺得這樣子不是一個 班級應該有表 就是有特別講這個 然後其他男生就開始推 那時候不是我罵 我沒有罵 是他 是他 就是開始這樣子 但我是沒有 其實我不知道誰罵我 因為我 我就 那時候在水上 聽不清楚 而且游泳時 然後那個聲音都糊糊的 真的聽不清楚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 而且 旁邊都是其他班的 加油加油 一直喊 所以真的聽不清楚 所以我不是很在意 而且我 我從一開始 我就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不會游泳 可是 就人不夠 我就真的被派上去了 所以 就是 只能這樣 我也沒辦法 我也是很努力在走 就是 我是在陸地上跑步很快 可是到水裡 你知道 那個阻力很大 我真的是跑不起來 我也是很努力在走 而且我個子又不高 我國政那時候才152欸 那時候 踮著腳也才多少高 敢罵不敢成龍 我不知道欸 反正就是 可能真的沒有罵的人 就敢說 不是我罵 不是我罵的 然後有罵的人可能就 就不敢講話這樣子 可是因為 我知道他們不是故意的 因為這次比賽的時候 他們都 男生游得很快 他們都太想贏了 所以他們才會急 所以 其實我 我根本不知道誰有罵 我也不是很介意 因為大家只是 可是 他們是真的很想 班上贏 所以一台獎 那時候知道我不會游泳 那他們覺得 他們如果前面的人 速度夠快的話 也許我們還有機會贏 而且也許別班也有 不會游泳的人被拍上去 這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 我可以理解他們 就是想要 想要贏的時候 急的那個心情這樣子 所以我是 我是不太介意 大隊捷裡 一掉棒那個壓力槽 對 大隊捷裡 大隊捷裡如果有掉棒 然後到時候回到板上 就會被板上的人罵 喔 這個掉棒 輸了什麼什麼 這樣子 不敢掉棒 大隊捷裡 真的壓力蠻大的 不過我好喜歡大隊捷裡喔 就是很有團隊感 謝謝追蹤 泳池的水都喝一輪了 絕對是有喝的 因為 比賽的時候太急了 那又不會游 沒有辦法快 而且 那時候 那種接力應該是游多少 100公尺嗎 應該差不多100公尺吧 就是那時候在 比賽的時候你會覺得 100公尺怎麼那麼遙遠 就是很 很難走 25嗎 我不知道 一般那種接力 就只要游一段過去 我不知道是多少 國中是25而已喔 喔 我沒有什麼概念 我真的不會游泳 我真的完全不懂 25 才25公尺 我怎麼覺得好 好漫長喔 Mina以前跑步有拿獎嗎 跑步不記得耶 我沒有個人參加過跑步的 就頂多大隊捷裡 因為真的 以前會有什麼個人的項目嗎 好像也沒有 都是班技的比賽 100 我走到天 100公尺哪有那麼久 100公尺才 100公尺很短耶 我說如果以跑步來說 所以我是覺得游泳的話也還好吧 100公尺跑步個人賽 我不知道耶 可能有吧 但如果有的話 我沒有印象的話 應該就 應該是班上派那種 因為以前班上都會有那種 體寶生嗎 體育很好的 國中的話 國中的話 沒什麼印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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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不是我就對了 我喜歡跑步 但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快 這只是 比一般的女生再快一些而已 謝謝珠雀追蹤 謝謝追蹤 謝謝草 對啊我不是什麼 體育很好的女生啊 你們看我這種 瘦乾乾 弱不驚風的樣子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Mina是不是體育很差 但是其實 意外的就是還行 意外的還可以 特別是喜歡跑步 所以我其實沒有 看起來那麼弱 100公尺如果Mina跑12秒就可以撐 100公尺跑12秒 那個可以參加奧運了吧 100公尺 100公尺 100公尺一般要16秒吧 謝謝熊熊的小熊 Mina喜歡球類運動嗎 我喜歡羽毛球 其他打到會痛的球不是很喜歡 因為我很容易被打到 Mina每天都在騎腳踏車 體力不會插板 但是覺得騎腳踏車的距離不是很夠啊 因為騎腳踏車的話 我這樣一天來回也差不多就 半個小時的運動量 我覺得不是很夠欸 所以我才會再去跑步啊 我覺得跑步才有真正運動的感覺 謝謝陳的小氣蹦蹦 容易被打到為什麼還是 這反應比較慢啊 我每次看到球的時候我就 驚嚇呆掉或者是 閉起來眼睛閉起來 可是球還是打過來啊 就很容易被打到 所以不是很喜歡打到會很痛的球 羽毛球打到 還好羽毛球 羽毛球就是那個 咚一下而已還好 可是球打到的話是會走一大個包的 學校沒有辦水上障礙賽 沒有啊光是那個接力賽都已經抽不齊了 都不可能辦障礙賽 以前體育課女生很多做場外聊天 男生在玩球 有我們以前也有這樣過 可是我記得有 那時候不是 有的老師比較鬆 就會說體育課自由活動這樣子 然後看你們自己想要去玩什麼球 可以自己去選 然後會有一些 我應該說很多女生就會選擇 在旁邊休息 反正是自由活動 老師也不管 所以男生就去打球 然後女生就休息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比較喜歡打球的 我們會去借自己喜歡的球玩這樣子 國小很喜歡玩躲避球 我記得我國小的時候好像也蠻喜歡躲避球 但越長大就越害怕 就變膽小了 騎腳踏車時數 我不知道多少欸 我不知道多少欸 但有時候也是騎蠻快的 如果趕時間的話 不知道安全第一啦 Mina玩過滾大球 我超喜歡那個的 我知道 國小有那個趣味競賽 都會玩滾大球 那個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項目 然後每次趣味競賽前 可以練習那個 我都超開心的 我不知道難道我從小就 就圓滾滾的東西 輕有獨裝 就很喜歡滾那個球 就覺得很好玩 喜歡圓圓的東西 對啊好奇怪欸 有 以前趣味競賽就有 有那個滾大球 超喜歡的 然後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白那個紅 不是紅 橘色的那個錐子 然後要 要 要跨 我忘記那個是怎樣的 是要怎麼通過 障礙賽之類的 那個也很好玩 還有那個 跳過去那個 我也很喜歡 很好玩欸 喜歡 蠻喜歡運動的 腳踏的 我不知道時速欸 因為我們不會騎摩托車 我不知道那個時速是怎麼 那個概念是什麼 體育風氣不被家長 中視 其實一直以來班上的體寶生 都是非常 占少數的喔 但是即便你覺得很少數 但是 但是也還是湊得出 還是湊得出一個班級 而且即便魯水還是 參加奧運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欸原來台灣有這麼多 默默在努力的選手喔 就是我們平常 真的都不會知道的 不喜歡麵粉吹乒乓球 我也不喜歡 那個很討厭 會很醜 啊 兩人三角 有有 去會競賽的兩人三角 我也很喜歡 超喜歡那個的 那時候 那時候跟我的partner 跟我的partner 小黑一起比賽 喜歡兩人三角 很好玩 謝謝追蹤 跳布袋 好像沒有什麼印象欸 感覺就很無聊 我覺得滾球跟兩人三角 都是 就是去會競賽必玩 還有那個障礙 障礙才很好玩 用追子是不是要走S星還是什麼 有點忘記了 有的學校還會比十人十一角 忘記我們有沒有玩過這麼多人了 當然就覺得很好玩 還是有什麼事 欸 十人十一角 所以三人四角 對嗎 對 我剛剛剛剛講四人三角 想知道怎麼玩 大神跳 以前 國小的時候吧 下課就會去那個空地 玩大神 大神跳 超喜歡的 就這樣玩十分鐘 然後再去上課 欸難怪 難怪以前 都那麼瘦喔 因為下課也是一直在消耗體力 現在沒事都在家裡 都沒有在動啊 在學校沒有辦法胖欸 運動會有一起跳繩 對啊 所以 所以 很喜歡啊 你下課就是想學校盪鞦韆 學校盪鞦韆那麼好 我們學校沒有 只有一堆樹 無功進走是穿木機走路 居然有這種感覺好好玩欸 哈囉 桃王哥晚安 mountain 五修都在掉擂槓 掉給誰看 掉給喜歡的女神看 你看 我可以掉 感覺可以玩拔河 拔河 TP運動會有玩過拔河嗎 謝謝伯承的守護徽章 TP沒有玩過喔 那我以前玩過是 那就是在學生時期囉 那我記得我有參加過拔河比賽 可是我很爛 我很爛 我只是當分母的那種 前面都會 五專的時候有 但前面就會是我們班上的提寶神 在第一、一、二格 然後還有後面吧 就中間就是混著的 我是叉叉走走會問你們 因為我忘記是我學生時期比的 還是是TP的時候比的 當我很爛 我力氣很小啊 不過我下盤蠻穩的 因為有在 就是我喜歡跑步 所以腿 手的力氣不是很大 但是腿還可以 就穩在那邊 記憶魂搖 對啊 我搞不清我是TP比的 還是學生時期比 學生時期八盒都當最後一位 喔唷 厲害喔 八盒比賽想到一個影片 什麼影片 起跑身在前面是要威嚇對不對 不是啊 就是前面的人你要先 穩住啊 前面先鋒很重要 只有任何比賽 跑第一棒跟最後一棒都是很重要的 拔河還有分心事跟舊事喔 每天下課都在睡覺 有那麼困嗎 可是我覺得說真的 那個 國小 國小上課時候都不會困啊 因為國小的 課業壓力很小 而且上的課也都很輕鬆 吃到國中以後 課業壓力變很大 然後 天天有做不完的作業 然後天天上課 天天都睡不飽 所以上課也很累 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國小的時候基本上上課都不累啊 下課還有體力玩 額頭接餅乾到嘴 這感覺比較像是那個 綜藝節目會玩的 國中拔河莫名其妙要全世界了 哇 這麼強 國小睡覺是因為晚上都在打遊戲 我國小還沒有遊戲可以打 電腦國中才買的 國中真的好累喔 我覺得台灣的那個教育制度 有人說這個教育制度不好啦 但就是 學生壓力很大 真的 每天都好累喔 要 有很多做不完的 可不管是去補習班也好 加強班也好 就是課業壓力真的很大 對啊 國中就是整個都很疲憊耶 你問我國中有什麼記憶 就是都是一些不好的記憶耶 累死人 但我覺得扣掉國中之外 我覺得我的 國小五專跟大學生活都是 就是 蠻開心的 特別是 我覺得國小當然就是 天天都很開心 然後 因為我小時候就算是蠻聰明的 所以我國小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不愉快 就是蠻輕鬆 一路就是 就是 成績蠻好 很知憂的這種狀態下畢業 所以國小就是一個 就是 人生勝利主 然後國中之後發現開始 有點跟不上大家 開始就是有什麼 物理化學 然後 很多越來越難 國中時候就發現自己開始跟不上大家了 然後 就課業壓力很大 讀得很累 然後 然後怎麼考試 你也沒有辦法考到PR99 就是PR99根本怪物吧 就是 我那時候PR 我那時候PR考 就是沒有很好耶 最好的一次好像也 90 我忘記了 最好好像90還是多少 反正 不可能 印象的不可能 不可能超過95 就是 中喵兩次都PR99 變態 大家這裡有變態 警察杯杯 警察杯杯 這裡有變態 黑胎 把他抓起來 就是中和喵喵 咪爸咪媽很要求存機嗎 其實他們還好耶 他們就算是 就是 不會 不會給你什麼壓力的 就是 就是覺得我們有好好讀書 有盡力就好 雖然話是這樣說沒有錯 但是如果 他看到別人的小孩 很厲害還是什麼 就說 你看 那個鄰居那個 好像 好像現在讀台大 什麼很厲害 什麼什麼 就是會講 但其實他們 也不算 也不算 給很多壓力吧 但我自己 我自己 對自己要求比較高 就是 至少 至少 不要掉出前10名吧 香港沒有這種 測PR 欸?香港沒有測PR的嗎 PR97 哇 米粉這裡那麼多學霸 我印象中我沒有超過 我沒有超過95 過 就是 感覺 我覺得是自己 就是天分吧 自己天分吧 就是特別是化學課 真的很不拿手耶 上 上課是老師講 講一遍 然後就是那種 自幼的全身就 嗯 點頭 然後就開始寫筆記 然後還可以問老師問題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我根本沒聽懂啊 為什麼他們就懂了 這樣子 就國中手真的 開始覺得自己好像 支持不夠 開始跟不上大家 補習的緣故 不知道耶 可是 老師講第一次 我 有些人沒補習 也是能聽懂啊 我就是 我覺得就是 可能就是天分不太好 我真的不是那種 很聰明的類型 就是國小內容比較簡單的時候 還可以跟得上 但到國中之後 就開始發現真的 天分吧 然後到五專中 因為五專就是跟大學的制度差不多 其實就是 自己選課啊什麼的 就是蠻 蠻輕鬆的 然後也是讀自己喜歡的科系 所以 所以 就蠻 就是不會覺得壓力那麼大 然後還會有空堂的時間 可以 就是做自己的事情 就覺得蠻開心的 然後大學的時候也是 雖然大藝真的是比較忙 但是 也是 就是 課業壓力不會 不會到像國中那麼喘不過氣 就是 完全我每天下課都可以去 彈face可以去跑步 就是 能有自己的休閒 大藝就自己選課了嗎 大藝其實基本上都是 都是 都是 就是 必修的選一選 你其實自己能選的沒有多少了 謝謝米酒的一封信 自己能選的大概就一兩堂吧 就看你要不要把自己的課篩的滿一點這樣子 物理九分被全滿下來 為什麼大家會知道你物理九分 然後老師發考就會直接把分數念出來嗎 這樣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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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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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了吧 米娜要餓補地理的部分 我地理 以前就不好了 畢業之後更是全部忘記了 香港用五四三二一 那是什麼 你說分級數之類的嗎 那 紐約的補習班都華人開的 可是 那 可是一般外國人也不會想要去補習吧 結果紐約補習班裡面的人都是華人 少一分打一下 那個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國小好像有過嗎 還是國中 忘記了 我覺得國中 國中是會有那種媒體 我們會主題檢討嘛 考試的時候 然後 然後 嗯 如果是基本題錯的 就超基本的題目錯的話 就要去青蛙跳 可能 20下還是幾下之類的 跳完再回來 我就是那種容易錯基本題的人 不想 就很粗心啊 很容易錯 我 數學競賽美國隊都是華人 所以 應該是華人的那個 什麼 讀書壓力很大 但是也有 就是體現在成果上是嗎 那你會這樣下盤很穩 還不是 還不是 謝謝 那個我們班上男生很愛青蛙跳耶 就是這題超簡單的 然後說誰錯了 然後就 哇 去青蛙跳 然後就超開心 就在後面玩 不用上課啊 在後面跳 以前成績會全部打在一張紙上按分數排名 我們也會啊 我們也會啊 可以耗時間 少一分打一下標準是100 好嚴苛 你說學一下老師嗎還是霸蠻 副西班老師 少一分打一下也太 標準是90 標準90好像還好 可是少一分打一下 我有少一分 而且打很用力 我有被打過 加強班是不會打人啊 我忘記了 我有沒有被打過啊 有點 我是有經過少一分打一下的這種 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被打過 忘記了 應該 應該是有被打過 在學校老師 但標準應該不是100 可能也是90之類的嘛 我真的記不太得 老了真的 沒有就是補習班才會打啊 補習班又會打 雖然我是沒有去 以前啦 以前 以前是奶奶去補習班 哈囉 吃晚安 100連國小都好硬 國小 我也不太記得國小考幾分了耶 但國小蠻容易考100的 沒有打過你的補習班 你確定沒有打你的補習班 是好的補習班 搞不好 搞不好有打的家長才覺得是好的補習班啊 奶奶打嗝 奶奶剛剛有打嗝嗎 有啊 我沒注意聽 國小 國小 國小很容易一擺吧 國小的題目都很簡單啊 謝謝烏魚的pop cat 奶奶是很想吃韓式炸雞是不是 奶奶放棄宵夜了嗎 你可以吃我的包子啊 沒有啊 沒有啊 那個太飽了 包子很飽 韓式炸雞就不飽了 我的話我 我除了轉 我是因為轉學考的時候有去補習 不然我 我從以前我就打算我要當一個不補習的人 因為 因為人家一般會覺得說 有去補習的人 成績才很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絕對不要去補習 因為這樣大家就會覺得 我是因為補習成績才好的 所以我就 我就一直不補習啊 對 可是後來是到 要考大學 要考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讀的是五專 所以我們有很 我們的 國文那些 那算什麼啊 就是 基本科目嘛 我們比較沒有上的像高中生那麼多 所以那時候才不得不去補習 為了考差大去補習 不然 不然我這輩子都不會想補習 補國文英文 對補國英而已 有些人去補習班是交朋友 我去補習班不想要交朋友 超恐怖 我那時候去補習 然後 然後 後來回 回家的時候 我就看到補習班的人 加我的 加我的Facebook 然後我就覺得 就看一下這個人是誰 然後想說 這不就是補習班那個人嗎 就那個臉 就是補習班那個人 就是補習班那個人 我覺得超恐怖的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 按同意 覺得超恐怖 就沒有 去補習班沒有想要交朋友 然後他們很厲害 就不知道怎麼可以找到Facebook的 好有效率 也不是第一天就加 就是 有感覺就是 就是 有讀了一陣子才加的 可是我不敢加 找這個沒有很難 是嗎 謝謝追蹤 Facebook可以小圖嗎 小圖是什麼 小什麼圖 沒有說過話的同學 對 就是沒有說過話的同學 所以覺得很恐怖 補習班都上到很晚 我是去補差大的時候 我倒是覺得還好 因為本來 本來學校下課就是五六點了 所以補習班上課也只是在多上兩三個小時而已 就覺得還好 而且因為我只補國銀啦 所以 我只補國銀所以其實壓力不算大 只是因為五專的那個 五專的國文真的就是上的很簡單 我們進度超滿的 可能一學期只上三課之類的 跟高中生這麼沒得比 所以那時候才去補 然後英文的話 好像就是反正兩顆一起補的比較便宜 沒有差多少錢就想說 那就國銀一起補吧 順便就是做一個總整理這樣子 倉鼠大吉了 你已經畢業很久了唷 我已經畢業很久了 你已經是社會人士了 已經不是大學生的年紀了 我去補習班沒有想要交朋友 我就是想要好好的 補擦大牙 結果補了啦 我發現最後也沒擦到 後來是 後來是用申請 上澳門的大學的 是用在校成績跟 那個檢定證照那些 申請上的 最後也不是 也不是用考的 但是我是有去考那個啦 我是有去考 武專那時候考的叫什麼 統徹嗎 統徹就是只考國英而已 所以就是用統徹的那個國英的成績 加上我自己日文檢定啊 然後還有英文檢定的 就是那些證書證照 就申請上 所以我 對其實我根本 我不是考會考 好像就是統徹 就是只有考國英而已 因為我們是五專 因為我們是五專 對 所以 所以 找到就不去補差大了 因為我根本最後就沒有用到啊 根本就沒有用到 因為統徹考的東西其實 很簡單 統徹考的 因為就是for 專科生的 所以它的題目 不會像一般的那麼難 我們那時候就是要有一個題本 基本上你是把那題本背起來 你的統徹就可以考很好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根本就不需要去補差大 因為差大的難度就是 就是江武傳的差大就是超難考 所以才必須去補習 結果 結果去補了之後 結果最後根本就不是上差大的 結果最後是申請上的 對 浪費學費了 對 總級那麼厲害 不是那個總級好像就是 那邊出的 就是官方出的那一本題 一個題庫 反正就是 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那個統徹就是 就是很簡單啦 就是你有背就有分 對統徹只會考國文跟英文而已 就只考兩科 所以因為我就是讀文科阿 我就是讀文科所以國英都有來說就是 就是蠻 蠻容易的 但我忘記我考幾分了啦 統徹 沒有統徹你也不一定要考阿 如果你不想升學 你就可以不考阿 你就算不考統徹也可以畢業阿 畢業 畢業就是 學校學分都有 有達到 然後都沒有被當就可以畢業阿 學迷是不是年紀很小 為什麼 為什麼會不知道 統徹是100分算了嗎 好像是 好像是80分嗎 欸80分是基測耶 統徹 100分嗎 我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 欸沒有人考過統徹嗎 我真的忘記了 我不記得耶 統徹滿分是幾分阿 滿分是100 我真的忘記了 太久了 隔太久了 要的科系不需要數學跟專一 是嗎 統徹喔 是嗎 所以統徹會考別的嗎 因為我是讀專科啦 所以跟一般的升學管道比較不太一樣 對 基測 基測滿分是 欸 412 我查一下好了 統徹 我看一下喔 統徹到底是考什麼阿 統徹到底是考什麼阿 統徹是國一數加專一專二 統徹有考數學阿 統徹有考數學阿 沒有 沒有我那時候沒有考數學 看一下喔 我要怎麼 我要查什麼 統徹科目阿 欸 統徹有考數學嗎 上面是寫考國音數耶 可是我完全沒有印象有考數學 可是我完全沒有印象有考數學 看一下喔 統徹好像都是考國音數耶 統徹都是考國音數耶 你那個年代國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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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有考數學 我考數學了 我不知道耶 所以可能有嗎 什麼A B C 直接放藉嘴遺忘 會嗎 沒有我真的 等一下我離五專考 考試真的 很久耶 已經幾年了 我想想喔 我要從國中算 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我二十歲的那一年 要考統徹 那都五年前了 我怎麼會記得 沒有十年那麼久 五年啦 五年啦 雖然有考數學 可能有喔 可能有吧 可是考的數學應該是五專數學 應該是很簡單 因為我們五專數學只上兩年 只有專一跟專二的時候 上數學 專三以後就不用上數學了 所以要考的話 我們的數學應該就是很 很簡單 奇怪這裡有什麼東西 反正我們要考的數學肯定也是很簡單 就是五專數學 專課數學制 就因為我們數學只有上兩年而已 所以考的東西好像就是 其實都是國中就會的東西 然後加上一點點 加上一點點 高中的東西 就是很簡單 所以我應該沒有花太多心思在準備 五專考試制度有沒有不一樣 喔我剛剛查的是這個 它是寫世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四季二專 五專是四季二專是嗎 不是世紀二專 不是世紀二專 喔 所以我考的那個統測是二技 欸真的欸 它就只考國文跟英文兩科欸 所以我沒有記錯 我沒有記錯 真的是只考國英兩科而已 難怪對數學沒有印象 對 四二技 統一入學測驗 簡稱統測 我都搞不清楚了 突破盲場了 對 你們看 上網查到了 這裡 關鍵是 欸擋住了 經考國文英文兩科 所以我們就是只有考國英兩科而已 台灣的升學制度好複雜 對啊 而且很多人不太懂五專的升學制度是怎麼樣 但其實五專就是 只是比較早進入一個像大學行事的 的 的 一個 一個 制度而已 然後五專念完再讀二技兩年 就是一樣是 相當於學士學位 就是跟大學畢業是一樣 只是一般人是高中三加大學四年 總共七年 我們變成是五專五年加二技兩年七年這樣子 台灣人自己都搞不懂 其實我也搞不懂現在升學制度 現在聽到成員在那邊講說要考 要考什麼 學測嗎 然後 然後就在說什麼幾分嗎 各位這聽不懂耶 就是完全不同年代 因為 因為每一年每一年 就是常常在換那個 考試制度 所以搞到我都搞不清楚 只有考生自己懂 對 因為考生自己必須要懂 因為這是 喔對不起 我也打個 這是保障你的權益 不懂的世界 好複雜 我也不想懂耶 好複雜喔 頭好痛 升學制度可不可以不要那麼複雜 好複雜 謝謝換你當然是相守之心 五專跟高中機制不太 而且 讀五專的人佔少數啊 其實 對 體系不一樣 完全不知道其他體系在做什麼事情 但我 就覺得 這個讀五專真的是輕鬆很多 因為我不用 你看我不用準備我不喜歡的數學地理 什麼什麼 啪啪啪的 我只要讀好我擅長的文科 國文跟英文就好了 跟日文 點考我也完全不懂 我只知道自己當年考過的 是叫 基策跟統策 統策沒有考數學 統策沒有考數學 剛剛已經查過 在這邊 沒有 沒有 你看 等一下我幫你畫起來 這裡 僅考國英兩科 是真的 我們當年就是只有考這個 一類是護理類 二類是共同類 共同類只有考國英兩科 好 麟娜討厭地理嗎 你覺得我看起來像是這個 喜歡地理的人 我在台灣的幾個縣市都講不出來了 台灣幾個縣市都講不出來了 怎麼可能 你們覺得我地理看起來像是好的人嗎 我長的就是看起來地理不好好不好 我看起來一臉地理不好的樣子 我看起來像喜歡什麼的 我 這麼明顯 我看起來就像是喜歡你啊 沒看過的都是台中 對 我大台中 沒看過的都是台中 桃園下面 桃園下面 就台中啊不是嗎 桃園下面 不是台中嗎 台北跟新北在最上面啊 然後 然後宜蘭是在 右邊或左邊之類的 台 不是台中嗎 那還有什麼 台中然後屏東 沒有 屏東上面是台南 是嗎 屏東是最南部 屏東上面是台南吧 台中下去是台南 台南好了是屏東 喔還有高雄 啊不要再 不是說好 在Mina直播間不提地理的嗎 不是說好不提地理的嗎 我真的不行啊 我地理真的不行 我地理真的不行 請不要為難 請不要為難這隻倉鼠好嗎 他的 他的世界 他的世界很單純的 沒有那麼多縣市好不好 我就不能簡單一點嗎 一定要分縣市嗎 一定要站縣市嗎 一定要站縣市嗎 四海一家好不好 我的家就是大海 你們沒有說好是不是 那你們現在說好 好 好不好 好嗎好 來 大家好嗎好 好嗎 洗腦你們 哪天才會突然生氣 想全部記住呢 不是啊 可是 記住台灣這些地理 就是對我來說 又沒有任何的好處 而且我連我以前 就是我以前學生時期 發生事我都快要忘光了 沒有腦容量再去記這些地名啊 記不住在綜藝節目才有笑點 不要啦 有地理的綜藝節目不要找我去 人家會以為當藝人是不是都很笨 北星桃中南高級 欸不對吧 基是基隆我們會在最底下 還會被日本的四十七都道府縣 太多了真的不行 我連 我連 什麼日本有什麼 四 四大塊 大豬怎麼突然激動一下 日本四大區我都快被不好了 還要我被四十七都道府縣 太為難我了 台灣都不知道了 對啊 我台灣都不知道只有日本的背得出來 這樣也很奇怪吧 好 肚子餓了 可能嗎 可能是 下午有為他點心果了 還沒有餵正殘 被澳門的區 澳門有分區嗎 澳門沒有分區啊 有啦澳門就是那個啊 澳門 彈載 我太久沒住澳門有點忘記了 鹿環 鹿環 澳門本島 淡載 還有一個是 黑莎 大概這樣吧 阿門有台中 阿門可能有台中 大助想吃第二名獎勵 第二名獎勵已經頒過了好不好 不知道正確答案 查一下就知道了唄 但短期之內也沒辦法回澳門 現在疫情還那麼可怕 喔對了大家 我這禮拜會去打疫苗 我這禮拜是要去打疫苗 終於預約到了 不知道到時候副作用會不會很嚴重 如果太嚴重的話 我星期五可能就不直播 因為聽說 我不知道阿 我是聽說當天打完的晚上會發傷很嚴重 但如果 第二天我就不知道 所以到時候看看狀況怎麼樣 對啊 只有AZ可以選 我也有選其他但是找不到 對應該很多人都是這週打 對我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嗎 要買要多喝水然後吃 吃普拿疼 年輕人比較明顯 我很年輕耶 我超年輕 我很怕我副作用會很嚴重 對大家不知道 那麼多人都這禮拜四要去打 然後禮拜五我直播就大家一起就是 躺在床上發燒 大家還好嗎 不用提 對那至少可以打啦 醫生會順便開藥給我 醫生 你說去 不用自己去藥房買嗎 什麼意思 30小時過後才會好 禮拜五應該好了吧 晚上 因為我是早上要打 如果最後是被疫苗認證的老人種吧 那這代表我老了啊 到時候打了再跟大家分享狀況怎麼樣 打疫苗廢七天 有這麼嚴重副作用 醫生會開普拿疼啊 哪裡有醫生啊 可是我打的地方不是醫院耶 是什麼活動中心耶 只是因為醫院都 就滿了 都沒得選了 所以我是在什麼奇怪的活動中心 我也沒去過 到時候還要查一下怎麼去 打完吃一顆普拿疼就生人活虎了 那這是 就是 疫苗認證的黑胎 謝謝歡迎戰士帶你去流浪 打疫苗前會有醫生問身體狀況 所以就算不是在醫院打也會有藥是嗎 那我是年輕人我就很怕我副作用會很嚴重 好啦所以到時候打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狀況如何 其他成員我不知道有沒有 學生的話好像是他們學校都會打 學生好像都是打BNT 反正我是預約這禮拜四 沒有我也只剩禮拜四可以選 我點進去的時候就是可以選的醫院跟 就是只有 可以選的只有一個地方 不然我就要跑到台北市去打是太遠了 我能去台北市打嗎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就我這一區只有一個 只剩一個點可以選 然後日期也是就是只有那一天可以選 這是別無選擇你知道嗎 我也是剩禮拜四禮拜五 但是因為我禮拜六還有練習 所以我就不想禮拜五打 我怕會很不舒服 好啦 其實我這禮拜有直播三天耶 我本來今天沒有打算播兩小時 但是不知道怎麼聊一聊就兩小時了 轉任大家 差不多要休息了唷 禮拜 下次主播是禮拜三晚上九點 禮拜三再繼續聊 聊 聊什麼都可以 天南地北 打完不能去練運動 OMG我還要練習 我會怎樣嗎 我好擔心喔 好吧 大家 我會這樣講 今天我們快點在這 slave 看了很難的 我會這樣做 聊天 我會這樣做 那就不要不想說 那怎麼看 我會這樣做 我練習去不了 大小姐看看 因為我也不知道 綜合喵喵自己是疫苗認證的老人 然後現在 現在就說Mina搞不好也是啊 會有疲倦感 蛤 今天什麼叫只能直播兩小時 什麼叫只能直播兩小時 兩小時已經很久了耶 兩小時已經是 就是人的注意力其實 其實超過一小時就開始黃神了 兩小時你們已經神遊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然後還說直播兩小時是要多久 你們到底神遊到 美國去了吧 兩小時很久了耶 請知足好嗎 請知足 都要去外太空了 都要登月了 神遊到其他成員台 敢 你們敢 我來念今天的排名 今天第13名是土獅吉 謝謝土獅吉 第12名是瑞隆 謝謝瑞隆 第11名是鄭仁 謝謝鄭仁 為什麼要突然換Mina長髮照 第10名是凱阿 謝謝凱阿 第9名是幻影端士 謝謝幻影端士 第8名是智宏 謝謝智宏 謝謝智宏 第7名是中瑩 謝謝中瑩 第6名是 一名要認真的Handai 謝謝 第6名是佛城 謝謝佛城 第4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3名是阿基拉 謝謝阿基拉 第2名是夏兒 謝謝夏兒 第1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其實等一下 其實蘿莉郎跟 蘿莉郎跟夏兒 都是第一 都是第一名 謝謝 謝謝 好啦 大家 禮拜三9點見啦 掰掰 掰掰 為什麼從公演聊到統徹 聊到地裡啊 為什麼會扯那麼遠 公演還沒聊完耶 好啦 反正禮拜三再聊 掰掰 晚安 唱錯斷 唱錯斷 日子米歐拉 阿納得卡拉 我打死了 大家晚安 這首好好聽 等這首聽完再管 快結束了 大家掰掰 晚安 晚安 吐司機晚安 夏天晚安 播映晚安 加油晚安 花結束了 日子晚安啦 掰掰 小小的幸福 見つけられますように 晚安